欸 是小威達 欸 怎麼會在戲說定妝棚這邊 因為我跟你說 因為我從小的夢想就是可以演戲 然後我就想要演那種古裝劇 然後今天很榮幸就是那個 戲說台灣的編輯來找我來演 我就覺得很開心 魏漢哥 而且我們這個是兩年前 然後他都約我面台 然後那時候我們聊完的時候呢 結果他後來發現我好像不太會說台語 然後後來兩年就消失 然後我想說會不會被打槍呢 直接被砍掉 所以就沒有找我 然後兩年後 如果這句台詞你會講嗎 大福終於把鐵鍊劈開把龍王救出去 這個台語你會講 大...那是大...大大福終於... 屁東...屁東... 屁...鐵鍊... 救龍王 我們這個是台語劇不是西班牙劇 你再跟我講一次 大福終於把鐵鍊劈開把龍王救出去 這很簡單耶 台鳳...終於... 台鳳... 台鳳... 終於... 將鐵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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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你還是好好... 你還是好好... 露...露...露身材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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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小燕有極力爭取 或妖精的角色 因為我常常被網友罵說 我是人妖... 對...然後我就想說... 叫我人妖... 那我就來演妖精給你們看 因為我叫... 整齊醫師報整得比較妖魅一點 那我平常的穿著就是那種... 比較妖氣啊... 勾引男生 所以我... 對於妖精這個角色非常... 想要來... 嘗試一下 這次演的是... 蝦精 你知道為什麼要安排蝦精嗎? 為什麼? 因為導演覺得我很瞎 所以他叫我演蝦精 他叫我演蝦妹這樣 我預想的蝦精應該是那種... 從天炮的那個頭有沒有 因為蝦的頭不是很尖嗎? 然後有兩根那個... 很像蟑螂鬚的東西 我們很好奇 因為每次訂完裝之後... 就圖文不符這樣 從小看戲說是看哪一部比較... 覺得很喜歡的? 兔兒神 因為男主角很帥 男主角好像... 對好像在現場 對 兔兒神他累積了很多粉絲嘛 然後我看過粉絲有... cosplay的 有找我簽名的 我沒有看過粉絲 把他整個都切掉了 他真的是... 真的是忠實粉絲啊 欸...可是欸... 為什麼這次看你好像跟我上次看到你不一樣啊? 你是不是又動什麼手腳? 你上次看到我的時候 那時候我放的是... 磨滴的材質 然後那時候我只有放到滴罩杯而已 然後我這次換了女王鍋 我把它做到G罩杯 直接大升級 對 屁股也有 像我現在身上就四顆洗腳 這邊一顆這邊一顆 然後這邊一顆 這邊一顆 對...你想要拍一下屁股 你可以用一打沒關係 好... 欸...怎樣 好... 修好的用力呢 偷偷跟我們透露一下 你這樣這次全是化光 你說總價嗎? 你說從以前到現在嗎? 雖然光是我這張臉 然後醫美的醫生就... 化了一百萬 我現在走在路上回頭去百分百喔 喔... 不是先認我的臉喔 是先認身材 這是訂裝的時候啊 有稱爆四套呢 對...稱爆四套衣物 然後劇主... 劇主可能要我賠償了吧 這套是第四套嗎? 還是第五套? 應該...我不知道欸 我忘記是第幾套了 我只知道剛好一直瘋狂的換 然後他們說這件不行 這件不行 快要被稱壞了 這一個單元 最期待的想要有什麼戲 床戲耶 真的嗎? 對啊 就整集的男生都可以 你要找前輩嗎? 前輩嗎? 前輩都可以嚇死啊 我要再給你試的機會 你現在回去 我剛剛那麼容易嚇死 我偶像就是余婷姐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她以前都演那種... 就是... 有時候會演那種... 瘋子啊 或是演那種壞女人啊 心情很重啊 有時候又演很可憐的那種女鬼 所以我覺得她的戲路非常的廣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你的偶像來了 對 有人跟我講說 她從小看我的戲長大 我很想聽就要跟她 你幾歲啊? 我好像小你兩歲而已 我這叫出道早 我不是老 好不好 而且我才拍二十年 二十年前你在幹嘛? 不是跟我一樣啊 二十年好像 你才十六歲嘛 因為我十八歲出道 好厲害喔 從小看我的戲長大 先損一下 而且妳那時候胸部超... 超級無敵大 我看一下 我就一直瘋狂盯著看 現在... 那妳的是真的 我是假的啊 真假不重要 好魔戒重要 我聽說她的台語好像沒有很好 對沒有很好 我今年太久了 對啊 黑年真的太久了 還在說喔 太豬立場 不想到什麼時候啊 連你兒子都不認 你怎麼做人的老婆啊 這就是你當年聰明 來演奏你 好過 不過NG太多次 我想妳的酬勞 可能不夠請大家喝飲料 還是姐 現在可以叫她 一句台語這樣 我都是專門罵人 還是妳罵我好了 妳罵我全身都假貨這樣 不要老實說妳自己很帥 就這樣 叫我 不要叫我姬姬 你看 腳趁是嫁啦 這也是嫁啦 老實說妳多漂亮喔 我跟妳說啦 觀眾朋友啊 妳看這種人啦 身境就被我們淘汰了啦 喔對啦 是說喔 今天叫妳來 我也不可以這樣幫妳唱歌啊 沒關係啦 我跟妳講三段幫妳錄啦 看妳是要拿飲料啦 還是要幫我拿飲料啦 沒有啦 那是鞋子也是可以啦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那妳聽懂我講什麼嗎 我聽得懂 所以妳是聽得懂 但比較不會講 就是可能唸出來的那個 發音可能會比較不標準這樣 喔那其實還好啦 妳可以走一個比較喜劇的風格 聽不懂她說什麼 沒關係 有字幕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耶啦 那每週一至週五晚上七點半 請鎖定我們的二十九頻道 三立台灣台 吸收台灣 我們暑假見囉 掰掰